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警卫中同修与我们分享 儿子身患神经性纤维瘤 全身瘫痪 是心灵法门使儿子创造生命奇迹 重新站了起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光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河沙 感恩大慈大悲 师父 卢俊宏台长 弟子警卫中 来自上海 听听相商公修主 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 瘫痪的儿子修了心灵法门 能走路了 我的儿子焦葛军 2011年读高山 米星痴回来一次 走路呢 经常摔跤 因为学习紧张 也不讲给我们听 等营重才讲 已经晚了 我带到实院 住院警察 人是走着进医院的 等一个礼拜 所有警察报告出来时 他人已经全部瘫痪了 我们住家长的对他关心不够 我很自责 警察结果是 胸腔勾到内歪 神经性轻微牛 牛数量太多 香囊膜机的蛋 没成型的蛋黄 一串一串的 牛长在脊椎骨的神经上 把脊椎骨压弯了 5到8级 24度弯曲 虾肢没有自觉 不能行走 自主打小病都不行 讲话也不清楚 他讲不清楚 我也听不清楚 我只能说 妈妈耳朵聋了 你再说一次 他每天躺在床上 枕头时不时地掉下来 因为腿抽出 把人往上推 怎么办啊 只能休学 治病 从此我就在上海隔大医院奔走 长征医院肖教授 看到葛军的报告 摇头 医院无法授 就回家躺床上 我不死心啊 长海医院 华山医院 肿牛医院 我跑兵上海各大医院 所有的医生都是同一句话 无法做手术 手术风险太大 要手术也要神经科 胸匠科 骨科 三科专家一起开刀 要把前胸腔打开 手术缝合后 再打开后胸腔手术 去除肿瘤 再整脊椎骨 这样人就 我从小就信观世音菩萨 明白一点点因果道理 只要听到朋友讲 哪里菩萨灵 我就会去拜 知求邻居带我到安徽的庙拜山 后来请庙里有位开听眼的老菩萨 帮我儿子看一下 他看完也摇头 当时我绿如雨下 儿子生病 我第一次哭了 晚上 晚上休息在房间里的渝川香姐姐 她给我介绍了心灵法门的树圣 我很怀疑她讲的话 但也没有反对 回到上海 她送到我帝里一本心灵法门的书 和一本黄色的小房子 我抛着试一试的心态看了 勤明的经文我都会 看到后面不得了了 看了一晚没睡 也没有看完 早上不看书了 叫儿子自己拎搭杯咒 我自己按五十二亿上介绍的准极神咒 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帮助 我达成愿望 找到好的医生 为我儿子开刀手术 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 我都在拎准极神咒 同时我也在网上搜索 各大医院的专家纠诊时间 再去挂号纠诊 第五天菩萨写年了 华山医院徐教授接受了我儿子入院 给他煮刀 华山医院的病床要排队的呀 没有关系的要排队半年哎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 六七个月没有医生接受啊 我心情太激动了 我把好消息告诉了儿子他爸 他哭了 手术用了十一个小时 我一直在令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留开刀拿出三十几个 六两多重啊 胸腔内的不敢动手术 脊椎骨也不敢整啊 手术起除的是压迫大小病的肿瘤 就这样也解决了大问题 手术一做后 大小病通了 肿瘤七片花音 也是良性 感恩啊感恩 手术后 教授私下对我讲 这孩子 这辈子就在床上了 要我有心理准备 出院后 我帮他搬你了退学 大小伙子整天躺在床上 一个脚趾头也动不了 下半生没有知觉 能吃能睡就是不能动 我一点也不会心 我用心灵法门讲述的方法 一点一点的坐了起来 我感到了时间的紧张 我下居心 关了小生意 把三楼的房子卖了 买了一楼的房子住 这样孩子可以晒太阳 全身心在家照顾孩子 拎小房子 我去请了十本小房子 准备一直拎下去 花到一百多张小房子的时候 孩子的脚趾头能动了 我让狗君和我一起拎小房子 花到五百张左右的时候 脚能抬了 今年五月份能站了 六月份能站着抬腿了 现在孩子自己能上卫生间了 自己能进出汽车了 真是奇迹啊 听小房子的同时 我也看白话符法 听录音的 悬疑温达 余春香姐姐带我认识了心灵法门的四兄 加入公修组 我明白了很多道理 什么是三大法宝 我每月初一 放生赤树 度人 我发心度人 所有我熟悉的人 我一家一家去送心灵法门的书 讲孩子的事情 医生解决不了的瘫痪 我们修师傅 卢俊宏台长的心灵法门 拎好了 我把心灵法门的书 快递给了父母亲 他们现在也在修心灵法门 也度了很多人 我从身边的邻居度起 因为邻居看着孩子 一天天好起来 这样比较好度人 愿更多的众生 了解心灵法门的书生 学习心灵法门 我学了心灵法门 全家受益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卢俊宏台长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大慈大悲 吾我利他 师父卢俊宏台长 感恩诸佛菩萨 隆天赴法 感恩一直陪着我的母亲 感恩我身边 无时帮助过的师兄们 我叫葛君 来自上海 二十三岁 感恩菩萨 他给我和母亲 这个宝贵的机会 上台现身说法 此时此刻 我无言以表 是心灵法门救了我 让这么一个 罪恋深重的我 可以得到 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和师父 卢俊宏台长的加持 通过学习 心灵法门两年多来 我身体奇迹好转 从全身瘫痪 到现在可以站起来 今天我能走到香港 参加法会 这就是奇迹啊 再次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师父 卢俊宏台长 感恩诸佛菩萨 隆天赴法 感恩一直陪着我的母亲 感恩我身边 无时帮助过的师兄们 感恩 感恩 谢谢大家